在地新聞來關心 台北市來歐區 有一間咖啡店 給民眾指控說 店這間店的餐飾沙拉 吃到一半 發現有蝦蝦在賣 台北市的衛生局 可能有派人去騎乘 在現場廚房那裡是沒看到蝦蝦 不過有差數三項省店 現在已經要求這間店 適合吃五斤前要做好改善 所以來關心 現場雖衛件並沒出沒 但茶友未能出示健康檢查報告 還有煙肌不解及棧板不解枝衛生缺失事項 以要求於7月5日前改善 業者亦表示 針對外送餐點有異物部分 將加強避免防治及改善製作流程 針對餐具有破損部分 日後將立即進行更換